把鸡蛋液倒入茄子中 出国原来这么好吃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款 茄子的家常版的做法 好吃美味 营养又下饭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性感妖娆的青茄子 然后给它去掉茄子剃 再从中间给它一抛为二 大家看一下 这个茄子非常的漂亮 套别的内 这个茄子皮非常的内 所以说不要去皮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轨道块 切好之后 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清洗干净之后 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青椒 我们给它切成块 红椒一个 给它切成块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给它搭配颜色 接下来我们再切点小料 大姜切片 大葱切断 大蒜拍一下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 打入两枚母鸡蛋 再把鸡蛋给它打散 接下来我们把鸡蛋液倒入茄子中 再加入两克的食用盐 给它抓拌一下 把每一块茄子上都给它均匀的沾上鸡蛋液 我们给它加入适量的面粉 也就是三份的面粉 两份的淀粉 再给它加入一份的糯米粉 再次给它抓拌均匀 这样炸出来成品啊 外酥里内非常的好吃哦 好 都给它拌至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均匀的沾上一层淀粉 接下来我们上锅进行操作 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给它烧至四层热 我们把青椒片给它炸一下 好 稍微点花下油就可以了 然后黄醋不用 接下来我们再把茄子给它放进来 下入锅中之后 不要翻弄它 要给它炸至定型 炸至定型之后 我们给它轻轻的翻弄 现在这个家常烧茄子 就在农村的夜市太阳才能吃得到 好 我们把茄子给它炸至四层的冰黄 就可以了 给它捞出控油 接下来我们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下入葱姜蒜 给它爆香 然后把清好的盘子盐给它放进来 给它多炒一会儿 喜欢吃酱香的话也可以放入豆瓣酱 接下来给它加入少许的啤酒 再加入10克的蚝油 2克的一米鲜 3克的鸡精 3克的味精 2克的白糖 1克的十三香 少许的胡椒粉 在这儿来入2克的生抽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不咸的话我们可以再加点盐 味道调好之后 我们把炸好的茄子都放进来 把好的秋红药也都放进来 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美味继承 稍微来给大家看一下 让人看着就口水之流 好 盛出光盘 这样做的烧茄子你吃过吗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让人看着就口水之流 接下来我替大家尝一下 酸甜软糯 咸鲜适口 比肉都好吃 真是太好吃了 茄子学我来这样做 上桌全家老少都爱吃 人人夸你是大厨 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 家常烧茄子就分享到这里了 亲爱的朋友 如果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的帮助 请动动你发费的销售 帮忙点赞 转发 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